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运不应该被污名化 党部还有立法院的党团能够落实在去年7月修法的时候 所强调的一个受高官的一个立法的公平精神 包括是不是应该订定有关排复条款这种机制 假如退休的公教人员当中经济状况很好 他的位阶很高 是不必靠18%就可以过不错的日子的 所以也就有所谓排复这样一个观念的产生 辅党高层口径一致 不过全区部却有苦说不出 因为在全区部原本送出的案子里 两位卸任副总统李源处连战比之前领的还多 党政高层甚至点名连战在修法之后多拿了10万元 使得全区部最后打算用行政命令来修正 听到政府部门的做法 连战办公室第一时间回应 呼吁外界不要把连战当作讨伐对象 这是制度问题跟连战没有关系 不要把对国家有贡献的老陈 弄得好像是在谋私的弄成 这是误解 而且是刻意的抹黑 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才说全区部退伍师应该要打屁股 再一次的造成对连战副总统的一个伤害 国民党内有杂音 民进党更直接呛瞎认为马政府是玩假的 国民党真的有诚意 今天就可以由行政院来宣布 这个18%改成12%改成6% 马总统拍板要修18% 朝野都有质疑声浪 能不能真的让全民感受到公平正义 就看马政府的魄力了 广播剧总统拍板要修行政院 大家晚安 这个18%的事情到这两天有最新一波的发展 马英九总统还是马主席应该是总统 他今天说既然社会观港这么不佳 那么的确有必要拿来讨论一下 所以他今天工作我们没看到 就是说是不是要增加败物条款 来平息人民对于这件事情 这种不公平贫富不均 这个制度上贫富不均的一个问题 我们今天为此车来给各位介绍 建政市与来宾 台北政地下高兴 刘云龙 向新市长 大家好 过来就是我们的T2C 洪庸高兽 大家好 过来就是我们的台北市市議員 简余彦 老师好 台湾大家好 过来 资产媒体人陈利宏 主持人 大家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中时针对这件事情 以做的民调我们来看一下 问题就是说 民国不在四年 疫情公募完年资 可以适用18%优惠存款 你占不赞成这项制度 这个结果相当的清楚 不赞成的有百分之一点点 赞成的只有24.9 无论的14.0 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讯息 第二个有共同的 媒体和这些目前 马英吉夫总统所说的排布条款 您对退休公务员领18%优惠存款 有什么看法 主动提示的前三个选项 这些最多的 这排布条款有40.5% 整个取消18%的32.6% 不知道的 其他的3.6% 那么唯一这18%的也只有13.3% 李教授 我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资讯 跟我们所看到的民调结果 跟现在马英吉夫他所提出来的一个 设排布条款 民调的结果是一面倒 那就是对18%的一个反对和不满 你要看说对18%对台图 这个赞成设排布的有4成 他这个完全翻队汇毒 这个18%的30%了 打开就7成多了 那真正说 为期18%的不过是1成3而已 百分之13而已嘛 所以社会上这个很明显的 绝大多数的民谊是反对的 是不满意的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这个 马政府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 就是说要去严重民调的问题 张安 这个总统府的这个发言人 好像也发了一个新闻稿 然后说这个马总统了解到 这个18%这样的一个政策 是有违反共免正义 没有什么 这没有正当性 那其实我们张安 在那里也讨论很多 我们说政府的作为 它有很多作为 有可能合法 但是没正当 合法但不正当 那不正当的作为 是不受人民欢迎 而且这个被认为是这个不对的 就应该要改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马总统这个 就这个观点认为应该修法 就这个部分来讲 我觉得是一个正面的 也应该给予某种肯定 但是今天你中生会说这个话 会让人觉得这个为德不足 你说这个正当性不足 有为这个公平正义 接下来你就要谈到所谓的排富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今天的问题是这样 就是说用Clinton的话来讲 这个笨蛋 问题在经济 那我们说笨蛋 问题不在排富 问题是在18% 今天就是因为 利益这1% 结果你政府 又回合 这个公务人员 18%的时候 社会都完全没法接受 这样做法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马先生应该去关怀的是说 那法律这个不对 那就是要修法 那进一步 我们也知道这个教育 跟军人这方面 其实还没有法制化 还没有法制化 那就要喊停 那不法制化就是行政命令 赶快就改 所以问题是你18%这个问题 所以就是说 现在大家普遍反对18% 认为18%是不公不义的 在这种情况底下 其实真正的问题就在于说 那18%不公不义 是6%是可以吗 还是3%比较恰当 应该是讨论这个问题 还是说全部在废除 搞到这个排户条款 又去扯连战条款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在知之为末节上面 在一个缴获 又中了一枪 这个是 看看 这个大家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们看一下 据转述 马总统昨晚与行政院长 吴敦义 国民党秘书长 金普聪会商 并向全序部求证 发现18%心智 居然能有肥高官的现象 例如前副总统 连战多理十多万元 那么极为差异 认为有为当初受高官修法的意志 要求检讨排富跟替代率 恭喜知道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连战这种人是很多吗 还是说 排富条款 他后面的想法是什么 也许你应该一并就说出来 那这样子讨论起来 就一个实质的基础来 主持人刚刚念的那一段新闻报导 如果是真的 我觉得是 我笑不出来 我觉得非常可笑 原来马总统看到的问题是说 这个国民党这样应该是要修法通过的这个新的办法 肥了两个人 前夕部讲咯 只肥了两个高官 一个是连战 连副总统 陈副总统 还有另外一个是原处 只肥了这两个 那他就觉得应该为了公理正义应该修法 只肥了这两个吗 如果只肥了这两个还不简单 你就 叫他们不要领就好了 现在问题不在这两个人有没有多领 我觉得问题也不在高官有没有肥 有没有被肥 如果这些高官依法应该领这些钱 你也不能不让他领啊 我就搞不懂 你说这个这个牌付条款 我要请问马总统 牌付条款有什么法律依据 你可以定一个法说 因为你家有多少房地产 你家里多富有 你连战家太有钱了 你不需要这个钱 所以你该领的不要领啊 所以你该领的不要领 我不知道这个法怎么样可以这样立 我真的搞不懂 反而第二个比较重要的没有人讨论 就是检讨所得替代率 马英九马总统也提到这一点 检讨所得替代率 如果国民党愿意修法 其实修法的应该是这一部分 18%不必修法 18%是 这个72年 72年的行政命令规定最低18% 一直沿用到今天 那是行政命令 要改的话 行政院另外一个行政命令就改了嘛 应该改的是所得替代率 我们的所得替代率是95% 现在现行法 你把它修成85%嘛 修为85%我觉得这个问题解决一大堆 公务人员也不必背黑锅 也不会被污名化 也没有阶级对立 那我请国民党 请马英九政府 马政府慎重的考虑 降低所得替代率